這是我們的手指 對 什麼 喂 Hello 邱文 我是排骨仔 Eric 好 今天我們介紹這輛車是吧 全新的膠車 這是甚麼型號 這是AT1S 有一個S 大家都知道S是甚麼意思 那你談談這輛S車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對 車有 其實我們S車一向都是 入門一點 以入口價錢比較相宜 有跑得的車 因為這次是第一輛軸車 之前都是皮帶驅動的車為主 這次是軸車 說說和AT1 有甚麼大家都是一樣的 首先都是金屬變成膠 有些本身是膠的 沒理由變成金屬 都是膠的 這輛車和AT1 最主要是保留了它的瘦動波箱 這個嗎 這個嗎 對 膠車也保留了 頭部也有 對 設計一樣 同樣的都是有小棍子連著的 這些就變成 彈簽變波簽 對 所有的小棍子都是一樣的 對 物料上就不同了 那皮膚呢 皮膚、油壓方面都是一樣的嗎 對 手腳、施左轉向盃都是AT1一樣的 零件上是可以共用的 油壓和長度都是一樣的 都是短油壓 即是長度一樣的 我看到為何不是跟 流行的油角 對 還是跟油壓板 油角 因為如果用膠的物料 其實它的剛性沒有那麼強 用油壓板 成本就會低一點又耐用一點 如果做到的車 最後尾可能會比較貴一點的話 大家就覺得 沒有那麼容易入口 哦 是的 如果是那些油壓板 它這個位置可能會這樣 有機會如果是唇膠 可能會這樣用 用手指來看 是的 這些東西應該穩定一點 是的 如果你說入門版 應該是偏向穩定的 好過太多東西 新秀更加困難 沒錯 我想問一下 如果有些要求 有甚麼可以升級的 一些金屬件 通常我們升級都是 一些膠的物料轉為金屬 因為這輛車的中軸是用膠的 對 我剛剛看到的 是膠的 那可以嗎 可以 因為我們都用過 Modify 13.5 Turbo 這些比較快一點的摩打 來做測試 即是驅動測試 即是現在的驅動測試 是的 我看見很多都變成膠 AT 1 計 是的 現在這條膠不是漫向 這是一條狗骨形的設計 建議客人都會用13.5 Turbo 因為Modify 並不是不可以的 它的損耗會比較大 即是如果你想升級 我是要玩快一點的車 其實你都建議 改一些金屬 改回AT 1 驅動 即是不改都可以 其實不改都可以 不過當然是有風險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 換了就會耐用很多 是的 還有現在好像有些 出了一些頭盒 不是叫頭盒 是鋁 鋁盒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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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 例如想改一下頭盒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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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 外面那些就不是根治癮 全部都是黑色那些 改了後又再耐耐一點 等客人自己去選擇升不升級 其實這輛車我都玩過四點五湯 膠軸都真的頂得住 不過不知道頂多久 都可以的 我們聽到的 聽到 我沒有說 還有客人升級的 除了金屬件 我們的底板二樓板和AT1是一樣的 到時客人可能玩舊的底板 棍子上升級 但又不想換這些波纖的 可以換AT1的碳纖維 即是逐步升級 是的 其實我都建議 我們這些所謂的入門版車 那些車友都是 買了一個車回去 其實我不建議他們立即甚麼都改 正常我建議他們先玩 原裝先吧 原裝 玩到差不多 那樣東西真的勞損了或難了 你才考慮活買不買升級 你不要一買回來就甚麼都會升級 買一輛S車回來做甚麼 即是拿地才說 當然是走路才說 如果你是否都會升級 不如買一輛到位買一輛泡的車 因為有些人說 一回來就馬上換了碳纖維二樓板 換了底板 原裝那一塊 我都放了 沒有走 為何不走 先走 不要浪費 其實是可以走的 我都建議逐步升級 都比你落地都沒玩過就升級 不過通常這些車 如果我玩 真的有一樣東西都先換了 這個六角 其實是否有甚麼問題 不過有時會掉出來 是否… 即是這樣 話口未完就 這次打出來 因為有時裝拆輪 對 不小心掉了一條片 那我就撐死了 這個我就會必換 如果我玩 其他就可以先走路 先走路 我先插進去 不趕著 今天到此為止 好 拜拜 你CUT了沒有